老哥,就你们这个摩友跟车友啊,就跑这个无人区啊,一般都用什么牌子摩托车或者汽车? 这个最好还怎么买进去? 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这老摩友是吧。 又到了一个沿途的休息站,还看到一个在这儿露营的摩友,在服务区露营,不容易。 这是陆域一个废弃的收费站啊,这儿有一个南洋出身啊,这现在是在温州生活的老哥。 在这儿露营,我们也一块儿一起送一罐红牛,大家一起冲一冲。 他早上起了200多公里,是吧? 对,起了260公里。 厉害,厉害。 17年的时候我在那个阿里在三十里营房,遇到两个摩友,一个是江苏的,一个是云南的。 当时我们比他早到了一个小时。 云南那个骑摩托车过来以后,刚刚给我讲,过来扶一下扶一下我,他两脚已经麻了。 他动了,两个脚动麻了,其实他骑的时间应该下来活动一下,很多人骑摩托车就这样,哎呀,我能走,我能走,真正有时间太长,你想走有时候你下不来了,下不来了,屁股都麻了。 他骑的还是个,我当时记得他骑的是DLV,他是个小排量的,所以骑摩托车晚上千万不要撑,骑摩托车,你想骑摩托车晚,你得计划好。 就两个月的时间,你有几天就几天,千万不要骑沉,开车好一点,这个东西搞不好把面都打进去。 开车也一样的,因为在高速上你不能随时停。 对,这个摩托车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时候有地方你可以停一下活动一下,有时候,我感觉啊,不管是骑车做事,要敬畏生命,敬畏自己的好业。 对,没错,一定要这样干啊,很多人,很多人就是,这款傻裤啊,这款跑啊,老摩友带来的忠告啊,家人们,那这个我就感觉就是,到了野外还得移动有信号,连通的信号不太行,我全是连通的,连通信号就不太行。 连通人说,他说你们胆太大了,他说这个地方你就,就把人当完成,所以玩多了,你,像我们温度很多朋友,他就喜欢跟我一起出来,但是我一般的,我,我都不合适才行,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不可能去敬畏大慈,敬畏生命,当我去过7次,几乎西藏所有地方都跑了,嗯,嗯,包括去年去,强谈无人区,我们都,啊,还有这个什么,还有那个,双湖县里叫什么,葡萄档日,嗯,我也去了,刚好我们那年去了以后,就封掉了,就不让去,啊,这出来真的是不错,能遇到不同,不同的人还是,五月六月基本都要出来跑一下的,跑个,一万多公里,两万公里, 我们,我们昨天,在那个,若强那边,嗯,还有当地人,前天就还跟我们讲呢,就是说,这个,去年还出事了,就带着卫星电话,车也没坏,然后,一个车队,他们就在最后一辆,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掉队了,对,然后,卫星电话,还有电,然后,最后找到的时候,这人都成人杆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里面的磁场太厉害,这里面不要去,我感觉这里,对,对,对,我也是,开这种破车,一个是,一个是,罗伍坡这一块,还有一个是,齐天山脉,对,这里面都很羡慕,对,非常羡慕,挺危险的,挺恐怖的,它不像这些修理漏,大家知道,你虽然怎么跑,对,都没关系,这一块主要还沿途,还有养路队,对啊,然后还有这个工程队,你,西藏新疆救援是很,是很,很快的,对,很快的, 在公路上就特别那个什么,只要脱离了公路,是吧,对,那就太危险了,公路覆盖面大概有2%,3%,差不多就是,而且新疆特别友好,对摩托上高速,美国和摩托带的,新疆,新疆我觉得这点和美国特别像,就是它对于那种车的要求,包括它出门的那个感觉,就出去就几百公里,对,你像我今天掌声从那个若翔上高速的时候,我在收肥口,我急着要扛,他说不用扛,他说你到哪儿下,你就给他说, 哎,我昨天我去新疆那个医院看病,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开药就是你得要钱,但是看病不要钱,我先问了前台,又去问了人家医生都跟我说不要钱,而且医生都得排队啊,医生在自己院拿药得排队,啊,而且我问那个医生,我说你们拿自己院的药还得排队吗,他得排队,不让老百姓骂你,而且是,而且他们那儿只能老百姓排,就插队,不让医生插队了, 我在双湖县的时候,那次是高反的去,去到那儿买药,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药,只有我们那个百分之五是价格的药,很便宜,全国家补贴,对,对,真是对他们那儿真好,我这次跑了,跑了,跑了这个哪儿,跑了这个青海啊,以前没有感觉,现在我觉得青海真的是很有钱的,非常有钱,青海为什么有钱,第一个是资源多, 第二个他是,他胀去国家补贴,对,那哥,就你们这个摩友跟车友啊,就跑这个无人区啊,一般都用什么牌子,摩托车或者汽车,这个最好还是买日系的,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这老摩托车,这是啥车,这是本田的NC秀,啊,就是说,不管你懂不懂机械知识啊,我觉得,如果你跑长途穿越,买车买摩托车,第一, 要买个大牌,嗯,这是第一,第二,要买大牌里面的这个,哪一个系列,你喜欢哪个系列,比方说,你喜欢街车,你喜欢ADV或者是修理车,嗯,它这个品牌里面的这个系列车,必须在全世界全中国卖了十年,嗯,卖了十年以后,这个车你自管起,它就是一个螺丝的无人区,真的,这个非常关键,因为我这个车三万七千公里了,我连链条都没有换过,牙盘什么都没有换过,就是打打链条的, 我这么跟你说一事,我家连续八辆车全是丰田,就神奇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有一次我家住的那个地方,暴雨,把我那车给淹了,就已经淹到车门上,但没没没没没没过,然后我就进去那个车啊,我把车在水里打着火,嗯,把这车从水里开出来,开到三公里,开到修理厂,这个车除了正常保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进口车确实太贵,说实在我话,真的很贵, 你看他这个车啊,前面是个单排,简直就是很不容易简直,但是,人家就是不坏,对,这是第一个,刹车效果好,第二个,第三个,这个车漆起来稳定性,稳了,车稳了,非常好,不管你跑过五六十二号,你跑过一百五号,很稳很稳,是,这一场我急速跑过一百七,一百七十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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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你昨天,昨天下午从二十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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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不是不是国争车 国争车也好 我给你拿这个凯越800 凯越500和这个凯越的 还有无几的250 这个踏盘车 还有一个BS525 我也会卖毛车的 中国人在设计毛车的时候 很会抓人心里 抓什么心里的 漂亮 那些我就不说了 你说什么呢 就你试车的时候 你刚开始新手 不管是新手或老手 你一上车 你跑个10到50之间 感觉这个车很轻松 很好驾驭 很灵活 可是真正的 老手的话 你一跑快 你上了8岁 长时间跑 或者跑 时间稍微长一点 或者速度快一点 它就往一边偏 偏啊 车身不稳啊 异响啊 所以说这就是国产品牌 和外国品牌的区别 其实不光是外国 我觉得就是日本 摩托车就是日本 摩托车给你感觉 很好上手 哇 这车起来很轻松 很好很灵活 可是你高速长生起 它的避难就出来 这车卖了20年 在世界上 世界上的摩托车 只有两个品牌 第一个品牌是本田 第二个是 就全世界的销长来说 本田是排第一的 然后其他所有的杂牌加在一起 你像我们就是如果要是说 你比如说看那个穿越楼泊 海泊 塔克拉玛干沙漠 包括这些特别极端的环境 你要过河过什么的 那就是路寻霸道 对 就别的都不行 我那个霸道开了27万公里 我16年买的 到现在为止 我就做过两次大楼 我那个普通那个丰田的轿车 我在佛里达州开了40多万 就和和咱们的这个公里数40多万 一次大楼都没有过 就是撞了一次还是别人撞的我 就我跟一个摩托车怼了 然后那那车前面都烂了 我都给开回家了 就一点不影响 这确实好 唯一的确定就是保养特别高 因为它是AT辨识箱 它是气缸和辨识箱 是用一种油 这个保养不敢在外面保 保养一次大概要1300块钱 它是12000公里保养的 老哥那那你像你出来 你会带药吗 带这些 我带不带这些 东西带的越少越好 我就带两条起情符 一套夏季的一套冬季的 可是那你到那哪 你要到比如说你到高连 你高反了怎么办 不会的 起摩托车慢慢的跑 不会高 我就是东西带的越少也好 我就这么带个一家店 为什么呢 因为到哪里要往来躺下 把腰部要放松 摩托千万不要带椅子 带椅子没有用 起情符非常非常宽 我这个靴子2700 2700的靴子 那您这一身行头多少钱 我那个头盔是3550 哦 3550 然后我那套旗心服是2700 在车里面招了 那您现在穿的这事呢 我这个便宜 这个一套车一千多块钱 下季的我都无所欲 但是我那个四季的我都买得很好 厉害 我那三个箱子三万八千块 这三个箱子加价子才十五斤 这箱子哇塞 我买罗产介绍的60斤 60斤 这才十五斤 这三个箱加价子才十五斤 拜拜老哥 再见再见 走了走了 拜拜 下一站见 下一站见 好拜拜 拜拜 哎呀 出发出发出发 路遇老摩友啊 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这个收费站 我也不知道是废弃了 不知道是关闭了啊 反正是没人 就他一个在这睡觉 然后呢 哎我正好从这儿过 跟这老哥聊了一会儿 因为你知道自驾这个东西啊 他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我也穿过大量的这种高山大河了啊 有一辆可靠的车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呢 我说你们不信啊 这得让老哥说一说啊 这个有亲自体会的人 这老哥是在新疆 大概进了疆有九次了 西藏呢 他大概跑了有七次了啊 他把几乎所有的这些啊 村村寨寨的地方都给去过了啊 人家反正是还陷在过这个沙漠公路的沙子里 差一点嘎你知道吗 哎 然后还手机没信号 最终是 哎 拍了一个那啥 就是拍了一个照片 在那照片找到了一个广告牌电话 找到了救援啊 啊 最终才被人给救出来 一个哥们去救他 开了一辆 路巡吧 还是什么 他说还是路虎 然后还 也限了六个小时 最终他们才都脱困 所以说啊 你们 出行啊 做好准备 一辆好的车 这是出行必不可少的这个要素啊 尤其如果你不走国道 你只走高速 其实什么车都能胜任啊 但是如果是你要脱离高速 走国道 甚至你要走一些越野的地方 哎 这个你就是车 就是 我就不说了啊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自己选择啊 行吧 我这是一次客观的采访啊 我全程都没怎么插话 这期呢 做到这儿 以后大家觉得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 再跟大家拍 继续聊聊 大家拜拜